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老船长 他是朱脑袋 朱脑袋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来说 说你这个台语发音的不标准 人家WHO的秘书长 对不对 叫谭德赛 什么谭德赛 我没讲 结果后来我今天去请教我的朋友 他台语讲得蛮好的 他说谭德赛 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叫做 大德赛 不是 你台语不错讲一次 没有错 大德赛 随便 反正这一次的疫情 应该不会那么严重的 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 因为所以造成怎么样 这么多人的死伤 那各位觉得这个WHO 这个秘书长需不需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小朋友都知道嘛 你如果都不用负责任的话 那我来当好了 好吧你下来我来嘛 对不对 你坐在那个位置上 你就要担起责任 不是在那边怪东怪西的 那人家很多家属都已经走掉了 离开这个世界 人家都还没有怪 你还在那边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觉得 就算人家诬赖你 误会你好了 在这种非常时期 你要有那种大将之风 如果大家对你的批评都是错的话 自然有人会挺身而出 来替你讲话 那如果你是错的话 你再怎么讲也没有用啦 你喊破喉咙都没有用 对不对 那我说过除了他以外 还有那个什么 大炮川普 那个真的很厉害 他怎么检测 都是成因性 真的有厉害 但是英国那个大鼻子就不行了 对不对 但我们是希望他早日康复 讲真的 虽然不同国 然后不同种族 我们还是 我常讲我们要有一种 善念的心 都希望大家好 你不要老是希望说人家 倒了然后你就怎么样 你就强了 你就快乐了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 是很可悲的 对不对 最好是大家都能够过 很愉快的生活 对不对 像你之前是这样 对啊以前对不对 舞照跳马照跑 现在都不行了 听说那个酒店都暂时 不能够营业 公关小姐这个确诊 那公关小姐有时候也是 也是满可怜的 你看他们的人生 也是这样很辛苦 然后又确诊 那虽然是如此啦 但是就像老船长前几天跟大家报告的 我觉得这个疫情 慢慢一定会被压制住的 因为我那时候不就讲 我说得的人也得了 不幸往生的人也往生了 然后剩下的没有得的 两个字嘛 怕死了 怕都怕死了 干什么 赶快戴上口罩保持距离 侧安全啊 当然这个病毒的 就疫情就怎么样 趋势就会稳住 甚至往下了 我几天前我就跟大家报告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股市你不用看得太悲观哦 真的哦 你真的不要看得太悲观哦 那 可是买股票这件事情来讲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那个节奏不对 有的股票它已经怎么样 先涨完了 然后你再去买 你占不到太大的便宜啦 没有人说你不对 像这个旺宏 他飙的时间哦 不是在怎么样 这两天嘛 对不对 他飙的时间是在这一段 那这一段我们有咬到 你没有咬到 你进去就在这边混 那没有错啦 也许将来怎么样 哎 混一混就上去了 老船长机率大不大 大 虽然我们早就获利了结了 但是呢 你要问我看法 我很持平的告诉各位 我认为他还会再上 喝的再上 但是呢 我们要把资金转到怎么样 更有机会 会接棒 会接力的股票 对不对 像我这两天 我跟大家报告 我说这个 这个育龙汽车 2201的育龙汽车 那我有给大家看嘛 对不对 它可以说是一档脱胎换股的股票 那我们知道这两天 好像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他有到这个金宝山 在金山的 位于在金山的这个金宝山 我是很熟啦 因为小弟我大学毕业第一个工作 就是去金宝山上班 因为朋友在里面 就介绍就进去 所以我对金宝山的环境 非常的熟悉 然而我也很喜欢那边的环境 我不是在做业配 大家不要误会 因为我的父亲跟母亲 现在也是长眠在金宝山 那颜凯泰先生 也是他是在这个金宝山 那郭台铭董事长呢 这两天去看他 我觉得也满有情有义的 郭董也是性情中人嘛 你看那种个性就是 有什么话就直言的 你看他以前在大陆 遇到那个有人在门口抽烟 对不对 抽烟 对不对 反正就是一个很直性情的人 那他去看这个颜凯泰先生 然后也顺便就是有跟颜凯泰先生讲 就是说现在他们投资这个 玉龙集团的这个华创车店 就是我说过了嘛 鸿海集团出51%的资金 大概70几亿 那么华创呢 这边70几亿占49% 两个的结合可以说是 一个是电子代工的龙头帝国 那么这边是国内造车的车业龙头 那他们两个结合所谓何事呢 一方面郭董事长他一直想要做怎么样 三大事业 我昨天就有讲了嘛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电动车 那他想要做电动车 他为什么想要做电动车 当然电动车各位知道是趋势 那全世界做的最好最大的就是特斯拉 所以各位今天看我的测标 我也请教各位 因为小弟可能不才 台湾的特斯拉 谁最有机会成为台湾的特斯拉 那老船长这个什么意义呢 各位去想 特斯拉他在美国道琼的这个股价非常的高 然后他的怎么样 这个车子卖到全世界 可以说是电动车的王国 那郭董的个性大家知道 他很像陈吉思汗 对不对 你叫他做小的他不要 他当年在搞垂直整合的时候 也是被人家笑死 你这个绝对做不起来的 风凉化一大堆 后来他成功了 大家都怎么样 歌功颂德 这也 社会其实就是这样 当你成功的时候 人家说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这没办法的事情 那郭董他为什么想要做电动车 当然他知道这是趋势 而且他看到特斯拉的成功 但是郭董他心里很明白 他不会坐车子 对不对 虽然在电子这方面 他们是专家中的专家 但是呢 造车来讲的话 那只好靠什么 玉龙汽车 你看玉龙汽车 你如果只看玉龙的股价 你会觉得说这个很逊 十几块而已 对不对 那你看玉日车 同样是玉日车 最起码现在还有多少 还有两百多块 那公司人赚钱赚2.4个股本 我昨天有跟大家报告 去年赚2.4个股本 EPS高达24块多 那为什么 因为他是跟日本尼桑合作 尼桑来设计 由玉龙来生产 那你要知道 尼桑是国际性的大企业 他在设计各方面的能力 都比纳智杰 那当然高出很多 那纳智杰自己要做 玉龙要自己做 哇从头包到尾 那很辛苦 然后就变成一个前坑 那玉龙也要发展电动车 但是怎么样 他在很多方面 也没办法跟特斯拉做竞争 是不是 所以也是一个前坑 那现在人家讲 危机就是转机 现在有这个机会 鸿海集团伸出了 他巨人的怎么样 背榜 因为一方面也是这个 郭董他跟严凯泰先生 在严凯泰生前的时候 两个私交就蛮好的 大家都是好哥们好朋友 对不对 然后郭董又看到了 这个电动车的商机 不如怎么样 也可以算是帮朋友一把 这时候伸出元首 那你去想 鸿海的资源有多庞大 对不对 他出资七十几亿 拿五十一趴 跟华电 跟华创车店来合作 对不对 那可以说是一个 我昨天就讲完美的结合 一种互补的概念 对不对 那他们来造这个电动车 郭董心想 你们不要小看我们台湾 对不对 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台湾是在哪里 在地图上可能没看过 这一次发生了这个 新冠状病毒的事件之后 大家去看 全世界很多国家 不但还知道我们台湾 而且很感谢我们 为了解 我们把口罩捐给人家 我们不是用卖的 我们是用捐的 人家买都买不到 我们捐给人家 这个为什么这么珍贵 因为口罩可以救命啊 什么东西比生命还可贵 不可能嘛 所以说这个不是用金钱衡量 你有钱买不到口罩 那当然口罩就很珍贵 我们还捐给他们 对不对 让大家看到台湾的怎么样 我们的后道 以及我们的先进 那口罩也是科技 以前我们以为口罩很简单 那要制造起来要做到好 不是瑕疵品 也没那么容易 那台湾的这个代工业 这个供应链 可以在全世界 慢慢大家就知道 我们尤其在电子业这一方面 那大家去想 如果鸿海跟这个华创车店 他们的这个合资公司 将来运作起来 真的能够发挥出台湾的这个电子的 代工业的精神的话 哇不得了 他搞不好 他有机会来追赶特色啦 各位不要小看 我讲真的 那如果育龙这次成功的话 可以把电动车销往全世界的话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喝一口水 不要走开 I will be back 导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头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兼容市场轨拘据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等你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头顾 恰讯电话0800-555-808 0800-555-808 上半段节目或许你觉得说老船长 那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看法 那是你幻想出来的 那没关系嘛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 发表意见的权利 我们是民主的国家嘛 好 那如果各位不是很相信小弟的话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育龙汽车 最近这四个交易日 不包括今天哦 昨天 前天 大前天 大大前天 连续四天 投信买超 育龙汽车超过一万张 你们知道投信现在的买盘都规规毛毛四个字嘛 买个一两百张啊就算给你面子了 四天买超过一万张 所谓何事 大家最近在网路上也看到这个合作案嘛 然后育龙汽车打销了244的资产减损 钱哪来的 也是颜凯泰先生这一辈子从大陆赚 汇回来的钱586亿啊 人家是怎么样 从外面赚钱回来啊 很优质的一个怎么样 企业家 不像有些人在留台湾前进大陆的啊 东地市陈友豪啊 大家都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育龙汽车 他要跟这个鸿海来合作 来做电动车这一块 我认为投信他们也是专业的机构嘛 他们请了一堆的研究人员 对不对 然后呢去做一个彻底的研究 这一次的合作他们是看好还是看坏 用嘴巴讲看好没有用 那个没有人相信啊 投信用钱砸给你看 到昨天连续四天买超一万张 一定是看好嘛 对不对 那今天育龙汽车的股价是整理 大盘今天也是整理啊 大盘今天一千两百亿啊 小涨而已啊 这是整理的格局啊 那育龙汽车也是一样啊 它也是整理的格局啊 然后你看K线是不是 这个缺口昨天曾经就补 那收盘的时候差不多在缺口附近 今天怎么样 确定是补好了 虽然没有大涨 虽然也有上限 但是我跟大家讲 在这边做整理的动作 有机会往上喷出嘛 因为法人喔 包括外资也现在开始回补育龙汽车 也许他们的看法 跟老船长的看法相去不远 就是我们都很看好这一块 如果只是你育龙汽车 就是单方面这样子继续搞 继续做的话 讲真的不要介意 我也不看好 因为你已经弄了那么久了 那就是一个前坑啊 但是现在红海的力量进来 各位观众 那是不一样哦 你们知道红海做什么事情 不是小儿科的哦 他是玩大的哦 那他有没有这个资格 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个眼光 甚至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但毫无论 所以说 可能达到大型的资格 如果中国资格 在进行资格 抱歉 或者说 我们现在一路地研究 我们现在的资格 需要 那些资格 所以要 doğrogate 但是我们在达付 我们现在大型资格 他们想要和老船 跟比較中長層的一個佈局 有些股票他們進去可能玩一下 一個月以內就出來了 有些股票他們會比較長遠的 做一個佈局 因為你這樣子才有辦法 最後你的績效才能夠很穩定 而且是一次大爆發 那他們要尋找這樣的機會 沒有那麼容易啦 各位知道你說危機就是轉機 有幾個做得到 大部分危機就倒了 還有危機就是轉機 對不對 往往危機都是GG 這樣大家了解吧 就GG了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我認為這一次 對於預龍汽車來講 危機就是轉機 對不對 因為有一個怎麼樣 富爸爸加進來的 那是不一樣的 大家明白嗎 有的時候你企業 你發展到一個階段 你就是需要錢 這很現實 你沒有錢燒了你就先倒 你過了這一關你就上去 像特斯拉之前不是傳說要倒嗎 結果怎麼樣 那個關過了以後 哇 不得了 是不是 那我其實 你要我私底下講句話 我覺得其實我們台灣 做電子 真的全世界是平均第一名 那如果說政府也很重視電動車這一塊 再加上政府再加把力的補助 因為現在鴻海鷹進來的話 我們也許可以作為電動車王國 大家可以作為電動車王國 大家不要笑喔 做口罩我們台灣也是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有的國家它生產很多出來的都是四等貨 那個沒有用 台灣可以做到最好 N95誰發明的 我們台灣人發明的 對不對 我們台灣在做電子這一塊 可以說是世界第一流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成為台灣電動車的出口王國 大家想想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實力跟機會 有啊 如果說郭董他大力登高一幾乎 我們現在就是要大力發展電動車 你知道一台車子裡面有多少的電動車的零組件嗎 有相關的電動車概念股有多少嗎 怕不怕不怕 不怕 我們台灣全部都有 本來就是我們嘛 特斯拉很多也是我們做的啊 所以我一直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結合 那現在玉龍的股價才十幾塊 很多人怕得要死喔 趕快賣了 你看今天最後一盤幹什麼啊 這邊炒短線的這些人喔 永遠不會發大財 沒有遠見 我覺得這邊最壞的時間 玉龍已經過去了 接下來就看喔 這個電動車的發展 那你不用懷疑 因為這個世界的趨勢 就是電動車 我們政府有很多規定喔 像大型的這些公車 以後都要淘汰掉 都要改電動的 對岸已經這一塊 比我們發展的還要快 那你看摩托車是不是 那個GoGolo越賣越好 現在都要怎麼樣 走電動機車的路線 那玉龍喔 他也有在做電動 他也在做這個機車代工 這邊啦 各位看一下 他要幫法國 還有義大利 發展 機車 也是代工 那將來機車 也可以轉為電動機車嘛 好不好 好 老船長巴拉巴拉 講了這麼多 在這個週末假日 無非就希望大家 你現在不要再去追高殺低了 你要開始布建股票 因為疫情喔 最壞的時間大概過去了 所以股市再大跌暴跌的機會 我不敢講一定沒有 但至少不是很高的話 那你現在就要開始做一個怎麼樣 中長線的布局了 明白嗎 這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在那邊超短了 因為過去 哇可能明天又 明天又 川普也許又確診了 哇 災死了對不對 當然大家會怕嘛 所以你走短線 包括我帶會員也是 一檔接一檔賺 我們獲利完我們就出來 獲利完我們就出來 然後我們都重壓一檔所有資金 所以會員賺到怎麼樣 翻過來 大家了解意思嗎 那你沒有跟上我的節奏 我沒辦法 因為你不是我的會員嘛 老船長你以前都開牌免費 我再一次重申 這個假日不過三天大家都看到 我們陶家也很小氣 他說不能夠再免費 所以要找你們去找我們老闆 不要找我 老船長以前都很大方 都直接告訴你們買什麼 都開牌 現在比較沒有辦法 但是我不會讓大家失望 這樣懂意思嗎 那一樣在這個週末假日 我再講一次 今天是第二次講公開 接下來沒了 不然大家以為我在這邊幹什麼 來 預約下一檔三隻狗再吹風鼓 什麼是三隻狗再吹風 我再講一次 昨天我有講很多人都知道 三隻狗就三個犬字嘛 再寫一個風 三隻狗再吹風就是標字 所以你要不要預約下一檔標鼓 這樣明白意思吧 那我希望在下個禮拜準時進場 我不希望新加入的會員去幫舊會員抬轎 這是我一向不會去做的事情 那我做分析師我也很堅持 那也許前面幾檔你全部都錯過了 也沒有關係 這一陣子你看我的節目 然後你觀察我分析的股票 它都有一個持續性 那你就知道老船長是很用心在選股 包括現在疫情慢慢要被壓抑下來要穩住了 我認為大家要開始 布建一些中長線的股票 我還怕你們怎麼樣 不知道已經亂了正角了 該怎麼辦 那小弟我就分析這一檔 育龍作為教學之用 我沒有叫你買喔 你是觀眾你不要亂買 我一直說過我的節目任何股票 你看節目你不要去買 你只要做我的證人 證明老船長講的對或不對就好 因為你去買剛好萬一我們出怎麼辦 我就是怕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買 當然那權力是在你們手裡面 你說老船長老子偏要買怎麼辦 那我也拿你沒辦法 但是希望不要拜託好不好 那昨天很好玩 我說請大家幫老船長按讚 這個訂閱然後分享 然後我說也有人看我節目 跟我比到讚也OK 因為我覺得我一直強調開大門走正路 那這個社會上一定有邪派的人 對不對 那你是邪派你按這樣我也OK 我講過 但是很多正派的朋友比這樣子 我也覺得你們也是會有福報 因為我覺得人就是要堅持開大門走正路 哪怕有一小撮人他們堅持要走小路 要走這個不好的路 那是由他們去 我覺得做股票做分析師都一樣 做人處事都一樣 就是你不要去欺騙別人 我剛剛分析的這一些都是事實 大家都可以去查證 那最後的結果未來會怎麼樣 也許你不認同我的看法 因為每一個人對於未來的遠見不一樣 這我也知道 那時間會證明一切對不對 Time will tell 今天你看完我的節目 你覺得說老船長我對你很有信心喔 你下個禮拜你要幫我們選一檔 三隻狗在吹風的股票 也就是所謂的標股 我相信你骨海老船長 那如果是這樣 請你拿起電話 那你如果覺得說我是在這邊 到時候亂叫股票 或者是幫我會員抬轎 那你就千萬不要打這通電話 我們大家把話都講在前面 我覺得我都喜歡怎麼樣 把話講得清清楚楚 那剩下就由觀眾自己來做一個定讀 對不對 那在這個週末假日 這個很多人這個 不要往人多地方去擠啦 我覺得在家裡附近 散散步跟家人多相聚也是不錯的 好不好 那電話在旁邊 你要拿 那麼下一檔我開牌的時候 你就是在裡面了 那如果說你不拿電話 下一檔我開牌的時候 你幫我做印證也可以 但是最近我公司電話都是報現 跟大家講真的 五 四 這個週末假日你要打進來 因為禮拜一也許就要進場 開始撥打 這件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